非凡抢先报 今天是7月3号礼拜二 下半年大家要以什么样眼光来看 台股在下半年的一个走势跟看法呢 我们也透过三大名师 还有四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外资机构 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问卷调查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下半年 如何来进行解密 这三位名师当中 也包括了有林荣炫 还有包括了我们也看到了 软惠慈分析师 还有呢圣洁分析师 他们对于整个下半年的看法 而认为有机会呢 12682是不是能够来挑战 或者呢缓步的朝12000点来进攻 我想呢这是呢 国内的名师的看法 而透过呢整个外资的一个观点当中呢 首先我们也来看看呢 尤其是瑞幸 他认为呢 未来台股将有美元的强势出口呢 汇兑的一个回冲收益 还有经常账跟国外的一个净资产 非常的充裕 另外呢台股的本益比偏低 高股息殖利率的题材 对于整个下半年的台股 他认为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资金避风港 建议加码 另外呢在整个麦格里的一个部分呢 也特别提到了科技股的创新优势 下半年台股呢 也可以上看11650点 而花旗认为呢内资的回流 所以目标价是12000点 而另外呢大摩认为国内的企业获利呢 还有内资的一个撑盘 所以呢目标指数呢是在11000点 而最乐观是12000点 那我们也通过呢彭博所做的一个调查 彭博呢调查认为下半年呢 上涨的空间是比较偏小 但是呢认为呢有调查出来 第三季呢最低哦应该也是跌到10700啦 那第四季的一个部分呢 有机会呢能够在年底之前 再重新呢攀到了10875 那我们以上呢是透过了 这个国内的三大名师 还有呢四大研究机构 还有呢调查的一个报告 跟大家一起掌握下半年的一个股市表现 您锁定的是非凡抢先报